我国多个地方 今天清晨下起雷雨 马六角更是有新片屋顶被吹走 位于马日丹纳的一所渔民会所 至少20片的新版屋顶被大风卷走 渔民代表今天早上7点半前往会所时 被眼前的一幕吓坏了 原本用来存放引擎和其他捕鱼工具的会所 屋顶被强风吹出了个大洞 由于昨天当地刮起了强风 凌晨4点到6点更是听到强风声响 因此渔民推测屋顶应该是在半夜被风吹走的 渔民坦言芯片屋顶两年前就已经是破损 多次要求渔业发展局协助修补 但是却没有下文 如今当局希望能够尽快的补救 避免大约20名渔民的生计受到影响 字幕志愿者 广阳